于2009年创立 今年迎向10周年的爱多美 过去的10年间 美国、日本、加拿大、台湾、泰国、澳洲、俄罗斯等13个海外分公司 也及500万名会员 一起成长为全球性的流通企业 韩国国内同业间首次获得7000万美金出口塔奖 韩国国内业界中最热销商品 蜂蜜业 从2014年开始 连续5年达成每年韩币1000亿以上销售量 名粹换肤六部群 从2017年9月上市一年5月以来 一共销售了480万盘 达成了韩币1600亿以上的销售纪 每年销售约3000万只的牙刷 以及累积销售量一亿条以上的牙膏等 爱多美正在贩卖400种以上获得消费者新来的多样化商品 2009年 在A4纸上写着爱多美作为招牌 在首尔社堂栋的简陋办公室开始的爱多美 承载着所有职员及会员成为流通枢纽的梦想 在2013年11月16日迁移至交通的枢纽 中青南道宫中市 2014年11月开始购买建立 朝向建筑办公大楼及教育设施迈出第一步 经过过去4年的建设 2019年4月 在中青南道宫中市 爱多美先办公大楼及教育设施已完工 建造在宫州幽静的森林里的先办公大楼及教育设施 体恤允工在舒适的环境中可以更有活力并更有创业 按照不同的计划 弹性的调整最合适的组织 配合爱多美的工作方式 新办公大楼的环境 能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并实践创意想法 不只注重在工作 还有游泳池、健身房、咖啡厅等等的设施应有尽有 将在新办公大楼及教育设施里面 可容纳1500人的梦想大厅 每个礼拜举行研讨会 每年超过10万名以上的会员到访宫州 其代可成为帮助公中当地发展 集合化经济的角色 以全球化企业奠定基础的过去10年 在新办公大楼及教育设施开始的崭新篇章 未来的一百年 爱多美将在新的地方在这里 将朝全球超一流企业、百年企业 更向前一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